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菩萨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 似乎无处不知 无所不能 很多人在生活上遇到不顺 或者事业遭遇困境之时 也会到佛菩萨前 虔诚跪拜 祈求佛菩萨保佑 认为佛菩萨神通广大 可以解决世间任何不如意识 希望借助佛菩萨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么佛菩萨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吗 武登会员记载 原规佛菩萨说佛有三能三不能 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治 而不能极灭定业 佛能知群有性穷义结世 而不能话岛无缘 佛能度无量有情 而不能尽众生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佛有无边的智慧 知道整个宇宙过去未来的真相 却不能扭转因果的定义 佛能知道整个大千世界的一切众生的过去与未来 却不能度化无缘之人 佛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成佛 却并不能把所有众生度尽 菩萨的确智慧无边 神通广大 可以救度众生解脱轮回 给众生以帮助 但却并不是万能的 因为佛也无法完全改变他人的因果和业力 木剑连尊者虽然神通广大 却也用神通救度不了自己的母亲 据说木剑连的母亲生前做了很多坏事 死后坠入恶轨道 整日被饥饿煎熬 非常痛苦 木剑连通过神通看到后十分伤心 就运用法力将一些饭菜拿给母亲食用 可是饭一到母亲口边就化为烟灰 并不能缓解母亲的痛苦 佛教认为 世间是存在因果业报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种下什么因 就会得到什么果报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佛菩萨也无能为力 二 神通不敌业力的故事 木剑连尊者的神通 在佛陀的弟子中 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他就以为 凡事运用神通 是没有不成的 神通的运用 却是便于接引众生 可是神通不能违背因果法则 不能胜过夜报 不能解脱生死烦恼 却是事实 有一次 佛陀的祖国 加皮罗未成 遭到乔萨弥罗国的 琉璃王的侵略 佛陀坐下神通第一的木剑连 见此情形也很着急 建议用神通保护他们 佛陀心里虽感到悲痛 但却深知业力不可为 因果不可改 说 今日溯源已熟 正可受报 也就是说 业缘成熟了 受报的事 是无法用什么来替代的 但经不起木剑连一再请求 世尊也答应试一试 世家世尊于烈日当空之际 欲先端坐在军队 必将通过道旁一株枯树之下 迎接皮琉璃王 王见佛陀如此 便问 此处有很多枝叶茂盛的大树 何故坐于枯木之下呢 世尊谨答矣 一切因不如祖国之因 琉璃王知世尊之意 是为保护他的亲族 调头把军队带了回去 佛陀曾三次坐在路上 阻拦琉璃王的大军 但琉璃王逢道佛陀 虽然每次回军 但报仇和侵略的恨心 始终没有熄灭 到了第四天进宫时 佛知道这是因果造成的结 了结这个结的时候已经到了 世尊才放弃了他的努力 可是目见连尊者的神通 还不能了解到无尽的夜宝 他想到要以神通来营救城中的人民 于是以神族通飞人 被军队围得水泄不通的城内 挑选了五百位优秀的施家种族 升空用波把他 等到第四天 琉璃王的大军攻破了 加皮罗未成后 目见连要把那些施种 放出来 满心欢喜地来到了佛陀的面前说 佛陀 我已救出了一部分的施家种族 说完打开波一看 大惊失色 原来波中藏着的五百位施家种族 变成了一滩血水 无一人存活 这些施家族人 都是在劫难逃 目见连 施家种族 素氏业障 不知忏悔 今日要受到此报 虽然是我的族人 神通也是救度不了的呀 佛陀慈祥的脸上 带着无限的伤感 回答说 结果破城之后 施家族遭到了空前的大屠杀 围在佛的弟子舍利佛 以及当时施家族的统治者 也是 皮琉璃王的外祖父 摩柯南的极力设法强救之下 极免于杀尽灭绝之殃 不过从佛典的记载中看 施家族的亡国是由于施家族歧视而得的恶果 据说 皮琉璃王的生母 元系施家族的婢女所生 当时的波斯逆王 以大国君主的身份 命令施家族遣送一名亡女给她为妃子 施家族不愿如此做 但又不敢违命 结果便以一名聪明美丽的婢女 伟称是施家族的王女送给了波斯逆王 事实上 这名婢女乃是当时施家族的统治者 摩柯南和她的婢子所生 是个混血儿 这个混血的妃子莫莉夫人 为波斯逆王生了一个王子 即是后来的琉璃王 琉璃太子八岁时 奉父王波斯逆王之命 到摄树出名的嘉皮罗魏国学习摄树 嘉皮罗魏国世家族人 知道太子是出身低微的婢女 莫莉所生之后 禁止太子进入神圣讲堂 并命令她离开返国 凡是太子曾经踏足之处 一律决土七尺 重唤净土 以免污蔑圣地 太子受此耻辱圣怒 立誓 将来我成为国王时 一定消灭世家族 这只是今生的缘起 琉璃王 朱世种也是过去生的因果 很久以前 嘉皮罗魏城里有一个捕鱼村 村里有个大池 那时天汗水壳 池里的鱼类尽被村人取淡 最后剩下一尾最大的鱼也被烹杀 只有一个小孩从来没有吃鱼肉 即那天敲了大鱼头三下来玩耍 那时的大鱼就是现在的琉璃王前身 他率领的军队就是当日池里的鱼类 现在被杀的罗魏城居民 就是当日吃鱼的人 佛本身就是当日的小孩 因为敲了鱼头三下 所以当时佛头痛了三天 木剑连尊者经过这件事 才完全觉悟到佛陀所说的 因果法则不可违背 就算是有神通也敌不过业力 佛菩萨的神通虽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是神通在业力面前也无可奈何 因此佛陀虽然是觉悟的圣者 均有无上的大神通 可是当琉璃王最终决定 要灭绝他的国家和族人时 并没有用神通来阻止 所谓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就是神通不敌业力的明正 神通第一的木剑连 无法扭转业报的力量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力量 也无可奈何 这说明神通还是有其局限性的 强大的供业及定业是很难改变的 业是以往造下的 这也无可奈何 有些的事发不发心 机缘掌握在自己手中 造业转业不由别人掌控 比如我们现今就发心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或者观想依报正报的庄严 或者持佛名号念念相续不断 要改变业力 先要改变心中的那个因 就像有的人贫穷 不是因为他不布施 而是因为他看不起财富 仇富 他就贫穷 他看不起权力 仇恨权力 他就没有权力 看不起读书人 你就不会读书 因为心中设置了这个频率 这个就是因 观想和念佛到极致 那么心与佛相契合 合了又合 合到极致 那么心就能转变业 而过去的婆娑境界 转为极乐境界 胎育的果报 转为莲花胞胎 便是极乐联邦的自在人了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